大家好 我是天狼 去年我们有一个视频 就是教大家在这个时候 光杆的苗怎么办 当时给大家讲了一个思路 叫鸭枝 道理还是一样的道理 像这样的小苗经历过一个梅雨季 染了黑斑病 叶子基本上掉没了 那么我们一般建议是降低胶水频率 然后给它放在太阳底下爆晒 如果我们同时给它一个鸭枝的操作 是不是能够激发它长出来强顺 去年我们用的是黑巴克 发出来了一点点 后来后续效果就不是特别明显 我们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 今年我们再来试一次 因为黑巴克这个品种本身长势就弱 特别特别的弱 然后它的代表性其实不是那么明显 其实鸭枝的操作 其实它特别简单 就是我们把枝条压下来 要么从根部长损 要么从鸭枝的位置 扭的位置让它长出来新的枝条 你看像我眼前这是什么 洛神这是两颗 描情差不多 那我发现了 如果给它压下来 就这样压下来就可以了 那么 至于你用什么东西固定 用绳子绑 啥其实都可以 压下来它就容易在肌部长损 那就特别简单 昨天还有一个花友发 狼哥你看我压去两天 肌部就冒牙了 其实就这么简单 那么为什么拿两颗呢 这两颗描情差不多呢 就是我们一颗给它压下来 然后一颗不压 然后最后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两颗对比 正常水杯 管理就完事了 压一下啊 我试一下 先看看 哪种方式 这个就可以这样 这个也可以这样 没事 断了就断了 因为这个它拿的是切花 切花之条就特别脆 断了就断了嘛 怕啥呢 这个其实比较简单 用绳子给它绑一下 给它拉下来就好了 这根枝条这样就相对来说压下来了 嗯 然后还有这边一个 我估计我这个一压它就从这个加一点这边地方劈开了 你扭吧 肯定得扭啊这个 我这个因为由于它的下面太粗了所以我从这个薄弱的地方扭 好 完事扭断 扭断了为它避免它反弹出去 我也把上面给它 固定一下 本身这活啊 搭蹦一下就完事了 非得搞得这样文艺法 受不了 玩个就不是这样演员 捏住这里 把上面刺拔了掉 或戴手套 一扭呢 完事了呀 你看 这就可以了嘛 给它压在这下面 用它压进来 打了在这边 好了就这样就好了 虽然丑一点 但没影响 这是我们和去年一样的操作 我们只不过是把黑八克换成了同样是切花 换成落笋 不知道今年结果会咋样 好 就这样吧 我贴了 下回这来说一句 我贴了 带来看看 我先来说一句 我先来说一句 车子了 我先来说一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